不准确 不仅农民工工作不稳定 出现劳务纠纷后 农民工也总是处于弱势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2007年 詹一县就在用工需求 比较大的浙江省义乌市 成立了劳务工作站 直接与用工企业接洽 提前核实用工信息的准确 一旦出现问题 出面帮助农民工解决 作为劳务工作站站长 每年的春节前后 向乡亲们介绍义乌的工作岗位 就是陈嘉顺新一年工作的开始 在陈嘉顺的动员组织下 去义乌打工的第一批85人 已经在正月初八到达了义乌 春节过后 陈嘉顺又一次下乡 要收上第二批269人的身份证 给他们买到义乌的火车票 17岁的陈宏睿 初中二年级就退学了 因为这一次 他要随父亲到义乌打工 又是头一次 陈嘉顺专门过来多嘱付他几句 你们几个年级勤电的 十八九岁的 十七八岁的 我都赶快来给唱课三 对啊 可以 因为唱的 作为唱的 唱是最勤现的一个唱 哭不曾再哭 你就是要来这种 来这种寂寞就对了 他来的时候 他就看见我在外面 他就跟我说 这个像我们这样的人 在家里也学不到什么技术 他就把我们推进去那里 你想学点技术吗 想学 这一次 陈嘉顺还带来了一个 已在义乌当了小老板的 小老乡顾四品 现在一年能赚一二十万 他说 顾四品的打工经历 可以让更多乡亲 外出打工有信心 零八年跟着我们一起出去 跟着出去的小伙子 应该说 他的头脑叫零和 现在他在那边办了个小厂 今天特意跟我们下来 他也招起工人 刚开始 刚开始 以后还好一点 叫工人多一点 像我们现在订单多 就是没工人做 像我们的货子 下载别个厂做 就是钱被别人赚了 如果自己做 那个内容就高一点 这一批去义乌的 二百六十多名打工者 由陈嘉顺带队 正月十六出发 出发前一天 家家户户 都忙着安顿好家里的事情 37岁的陈文德 看到外出的乡亲们都赚了钱 他们夫妻二人 这次也要带上六岁的女儿 跟着陈局长到义乌去打工 这次去紧不紧张 紧张 好像凑到孩子 怕听不到那里的话 怕听不懂 怕他不上学 大人就很凑的 一个在车辆上又多 很担心安全 就能够苦到前 又笑车接 笑车送 能够比较大人 就不咱个担心 我们营兰的人胆量小 出气的人也并不太多 我们想着 根据我说的 一年出气一个人 只要挣到两万块钱 按这样的 你就说是在家里面 要两年 才苦得他们出气一年的钱 是这样 带着这批农民工出远门 陈嘉顺途中会碰到什么困难 到了义乌 他带出来的农民工 能不能顺利的务工呢 请继续关注 招工局长陈嘉顺 和农民工的故事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2号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12号期间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 会议指出 2009年3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和国务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2009至2011年发布以来 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 取得明显进展 一是 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三项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到13亿 覆盖95%以上的城乡居民 保障范围从大病延伸到门针小病 二是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全部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 三是 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基本建成 2200多所县级医院 和3.3万多个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得到改造完善 全科医生制度建设开始启动 四是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 向城乡居民免费提供预防接种 健康档案等 十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全面实施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五是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积极推进 正式分开 管办分开 医药分开 盈利性和非盈利性分开 等体制机制创新稳步展开 会议指出 当前医改还面临一些较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特别是 体制性 结构性等深层次矛盾尚未解决 必须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把改革持续推向深入 十二五期间 要以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核心 在三个方面重点突破 一是 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 巩固扩大基本医保覆盖面 重点做好 农民工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 灵活就业人员 以及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 和困难企业职工参保工作 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 到2015年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和政府补助标准 提高到每人每年360元以上 三项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 住院费用支付比例 均达到75%左右 改革完善医保支付和医疗救助制度 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二是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运行新机制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 逐步扩大到村卫生室和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继续支持村卫生室 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 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养15万名以上全科医生 三是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深化补偿机制改革 破除医药养医机制 推进医药分开 管办分开 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规范诊疗行为 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2015年要实现县级公立医院阶段性改革目标 全面推开城市公立医院改革 会议要求在重点突破以上三项改革的同时 统筹推进相关领域配套改革 继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逐步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 2015年达到40元以上 加快人才培养和信息化建设 推进药品生产流通领域改革 积极发展医疗服务业 鼓励各地结合实际 大胆探索先行先事 不断完善政策 积累改革经验 要加强医疗卫生服务行为和质量监管 加强医德一风建设和行业自律 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健全行业人员技术设备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会议要求放宽社会资本 举办医疗机构的准入 扩大和丰富全社会医疗资源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 慈善机构 基金会 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 以及境外投资者举办医疗机构 鼓励具有资质的人员 依法开办私人诊所 进一步落实政策 改善职业环境 对各类社会资本举办非盈利性医疗机构 给予优先支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22号在北京会见了 到访的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古巴部长会议副主席穆里略 李长春首先请穆里略 转达不仅曹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 及他本人对劳尔第一书记 和卡斯特罗同志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李长春指出 在新形势下 不断深化中古长期友好合作 是我们两国的共同愿望 符合双方根本利益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古关系 将继续坚持中古长期友好方针 中方愿同古方保持高层往来 加强智党理政经验交流 扩大各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中古友好合作关系 持续深入发展 李长春还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情况 穆里略转达了 老尔第一书记等古巴领导人 对胡锦涛总书记等 中国领导人的亲切问候 表示古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发展对华关系 钦佩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取得的成就 愿同中方相互交流 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共同推动古中友好关系 不断发展 各位观众 这里是土耳其总统府 当地时间21号上午 正在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的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在这里同土耳其总统居而举行会谈 习近平首先转达了胡锦涛主席的 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他说中土两国虽远隔千山万水 但古代的丝绸之路将我们两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连接起来 携手谱写了一段人类文明友好交流和共同进步的美好篇章 建交以来 特别是近年来 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中方愿同土方一道努力 不断丰富中土战略合作关系内涵 为造福两国人民 促进亚欧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做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提议 两国保持高层交往 巩固战略互信 拓展务实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 密切人文交流 增进民间友好 扩大多边合作 维护共同利益 在谈到西亚北非局势时 习近平表示 我们希望地区有关国家 尽快恢复稳定和正常秩序 中方尊重和支持地区国家 自主处理内部事务 希望国际社会与地区国家一道 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基本准则 为推动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中方支持一切 有助于地区局势恢复稳定的外交调节努力 愿同包括土方在内的国际社会 加强沟通与协调 共同为促进西亚北非地区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 不懈努力 均而感谢胡锦涛主席问候 并请转达他对胡主席的亲切问候 和良好祝愿 他说 中国积极致力于和平发展 注重改善民生 对外不输出价值观 国际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 土方对此表示钦佩 土方愿与中国加强在经贸 能源文化旅游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 深化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 推动土中战略合作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居尔重申 土耳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始终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 会谈结束后 习近平和居尔共同出席了两国有关经贸 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当天上午 习近平会见了土耳其议长齐切克 习近平转达了吴邦国委员长的诚挚问候 和良好祝愿 他说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相互支持是中土战略关系的基石 务实合作是中土战略关系 快速发展的动力 人文交流是中土战略关系 持续发展的保障 中方坚定支持土方 在维护国内政治稳定 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 土方在涉台 涉江 涉藏等问题上 给予中方宝贵支持 相信双方将继续在涉及 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理解和支持 双方在交通 能源 通讯等 诸多领域合作大有潜力 可以稳步推进 今年和明年 中土将在对方国家 举办文化年活动 双方因共同办好 这两项重要活动 使两国友好 更加深入人心 习近平指出 继续利用好议会交流这一平台 有利于推动两国更多的政治家 特别是年轻一代政治家 更加关心和支持中土关系发展 让中土友谊之数更加知凡夜貌 齐切克表示 习副主席此访 对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意义重大 土方院与中方共同努力 深化两国战略关系内涵 进一步密切两国议会间交往 齐切克重申 土耳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尊重中国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当天上午 习近平在土耳其经济部长 恰拉扬陪同下 来到位于安卡拉城内最高地 马尔泰佩山港 向凯莫尔林敬献了花圈 随后 习近平在提词室贵宾部上提词 参观了凯莫尔林博物馆 凯莫尔林又名国父林 是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 凯莫尔的灵请 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健康计划正式全面启动 为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状况 中央财政将每年拨款160亿元 首先在全国680个贫困县 进行试点 涉及当地2600万名在校学生 此外 在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中 中央财政已专门安排了 100亿元专项资金 用于农村学校的食堂建设 国家试点地区 营养膳食补助标准 为每人每天三元钱 按照学生全年在校时间200天计算 每学年每人共600元 如何确保每一分钱都吃到孩子嘴里 除了补助资金 不得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和家长外 还将建立实名制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防止套取和冒领国家补助资金的行为 记者从正在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国家将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 预计到2015年 西部地区将实现生产总值约13万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突破17万元 一些重点项目的安排 要优先在同等条件下 要优先向西部地区布局 同时免除西部一些周线两级的配套资金 同时在改革领域 还要率先推进资源税的改革 还有电力价格的改革 还有像研编一些地区对外开放 要赋予一些特殊的政策 还有在西部要率先建立生态不长机制 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 要实行有差别的产业政策 对西部地区实行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等 未来十年 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 累计将超过4万亿 中央预算内资金累计将超过1万亿 总的讲就是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支持 投资支持 项目的支持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新春一史 招工男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一方面有人找不到工作 另一方面企业找不到工人 问题出在哪里呢 如何稳定扩大就业 本台记者专访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信长兴 今年招工男与往年有所不同的事 范围有所扩大 不仅东南沿海地区 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招工男现象 招工男现象 它是我们现阶段 基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 这一种局面的一种集中反应 劳动力的素质结构 与企业的用人需求不相匹配 那么结果就造成一方面 是一些企业想招的人招不满 为确保就业 国家将把开发就业岗位 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 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等重点指标 纳入政府综合考核体系 作为考核各级地方政府 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依据 特别是要结合转型升级 来开发更多的 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 今年一季度 环节企业招工男的春风行动 已经在全国范围展开 5月下旬 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将在全国举行 为即将毕业的高校毕业生 和民营企业之间搭建求职平台 11月下旬 国家将专门针对 2013届高校毕业生 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活动 今天是藏力水龙新年的大年初一 各地藏族同胞在歌在舞 共度佳节 今天一场隆重的藏力新年庆祝大会 在北京西藏中学举行 同学们登上舞台 表演起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 为迎接藏力新年 北京西藏中学相继举行了集体播装舞 联花晚会等十几项活动 半徐25年来 北京西藏中学已经为西藏培养了 40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 大多升入高位级学校 并学成返回西藏 成为建设西藏的生理局 节日里 青海玉树截谷镇的各个居民安置点 张灯结彩 人们一大早换上节日盛装 家家户顾摆上切码等节日美食 在西年到来之前 打赶一家三代 还搬进了200平米的藏式新居 这是我们在新房里度过的 第一个藏力新年 我们全家都很高兴 在西藏拉萨 一场迎接藏力新年的慰问演出 今天在布达拉公角下上演 来自西藏当地文艺团体的 80多名演员 为各族群众送上节日祝福 今天第一次看到这很高兴 四川阿坝州里县甘堡藏寨 在512地震中被毁 经过重建 这个建于山坡上的藏寨 已基本恢复原貌 为欢祝藏力新年 当地举办了压家 推杆等 一个个带着浓郁藏族传统特色的竞技活动 在九寨沟县的张扎村 人们在门前贴上了喜庆的藏语对联 跳起锅装舞 在甘兹州卢霍县松杂村 大家围坐火塘 针上清喝酒 团聚在一起 许下新年的祝愿 在新一轮原浆工作中 山东用政府资金做引导 吸引社会资金 推动寿原地区产业发展 喀什地区舒勒县村民 库尔班江家原始地保家庭 近半年多来 他们家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去年6月上的班 慢慢地买了地毯 冰箱 盖了房子 全部花了两万多块钱 库尔班江上班的地方 是山东原建的花卉产业师范园 喀什地区昼夜温差大 阳光充足 适宜植物生长 去年 山东用7200万元原浆资金 引导企业投入16亿元 在舒勒县建设了 现代化的花卉产业师范园 经过培训 库尔班江和妻子 都成了这里的工人 通过产业发展 带动劳动就业 增强受原地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截至目前 山东与在对口原建的喀什地区 舒勒 英吉沙等四个县 落地产业项目205项 总投资额近246亿元 可谓当地直接增加就业岗位5万多个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 未来三天 受冷空气影响 我国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 持续多天的气温回升将暂时停止 取而代之的是雨雪和4到8度的降温 在冷空气作用下 昨天新疆伊犁河谷 以及沿天山北部一带地区 不降大雪 在五家渠市 今早城区降雪厚度达到20厘米以上 环卫部门出动大型清雪设备 清除道路积雪 冷空气过境也给吉林 辽宁 黑龙江等地带来降雪 对于入冬后降雪偏少的东北地区来讲 这场降雪对农牧业生产是个好消息 尤其对春耕春波 小麦返青 和畜牧业春季操场返青非常有利 气象专家介绍 在冷空气到来前容易出现雾天 今天早上 天津东部 江苏中部 安徽东北部 浙江中东部 江西等地均出现雾 局部地区能见度仅为150米 受大雾影响 截至下午5点30分 上海浦东机场共有620多个航班受到影响 气象部门提醒 2月下旬影响我国的冷空气 仍然比较频繁 虽然强度不大 但是气温多起伏 人们不要急于换下冬装 注意防寒保暖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财政部 民政部今天安排下播1.2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补助资金 用于帮助云南省旱灾地区 解决受灾群众口粮和饮水等基本生活困难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了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到2015年 我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要达到2万亿元 新材料综合保障能力提高到70% 关键新材料保障能力达到50% 首批17位通过资格考试的台湾居民 日前获得大陆专利代理人证书 可以从事咨询代理等与专利有关的业务 去年11月 大陆首次允许台湾居民申请大陆专利代理人资格 共有189位台湾居民报名参加 由公安部政府网站和新华网 人民网 央视网等主要新闻和商业网站联合开展的 我身边的爱民模范 我心中的公安英雄推选活动 正式公布首批40名正式候选人 相关网站已开通群众投票窗口 接受群众投票评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际培训中心今天在北京成立 将通过开展一系列国际培训等活动 推动世界非以保护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中央电视台第九套纪录频道 第一部以欧洲国家为拍摄主题的原创纪录片 《魅力·斯洛文尼亚》近期制作完成 将于2月27号至29号 每晚20点在中央电视台第九套纪录频道播出 这部三级高清纪录片 首次以中国人的视角 展现了斯洛文尼亚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南欧国家 用高品质的精美影像 呈现出一个传统与现代节奏交织 自然风光与多元文化相融的斯洛文尼亚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 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声明说 该机构高级别代表团 已结束对伊朗的第二轮访问 由于双方分歧依旧 会谈没有取得具体成果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声明说 伊朗在这次会谈中 再次拒绝了该机构代表团 访问帕尔钦军事设施的要求 双方还就一份有助于澄清 伊朗核计划中的悬疑问题 特别是所谓的军事层面问题的文件 进行了磋商 但未能救文件达成一致 由国际原子能机构 负责核查事务的副总干事 纳克斯率领的五人代表团 20号抵达伊朗丑都德黑兰 与伊方就核问题进行了两天闭门会谈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梅赫曼·帕拉斯特21号说 当前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 正处于最佳水平 和平开战核活动 是伊朗的正当权力 不容谈判 伊朗不会拿自己的核权力 与大国做交易 与此同时 伊朗防空部队继续在南部地区 举行大规模防空演习 以增强伊军的备战水平和协调作战能力 伊朗华尔斯通讯社21号 援引伊朗武装力量副司令赫加奇的话 报道说 如果伊朗国家利益受到威胁 伊朗将首先发起攻击 而不是坐等对方发动袭击 另据报道 由俄罗斯等七个成员国组成的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21号表示 将采取必要措施 应对伊朗局势的变化 包括西方国家可能对伊朗 实施的军事打击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 正在华盛顿访问的 澳大利亚外长陆克文 突然宣布辞职 理由是无法得到总理基拉德的支持 陆克文称 近期澳大利亚工党一些人 对他进行公开言语攻击 但基拉德置若网文 由于基拉德的民意支持率 近期一直偏低 澳大利亚政坛和媒体猜测 陆克文未来可能会挑战总理职位 但目前他在执政的工党内 可能还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 也门总统选举投票 21号晚结束 有超过1000万选民 参加了这次投票 本次选举的唯一候选人 现任副总统哈迪 只要获得超过50%的选票 就将成功当选 也门新一届总统 选举的初步结果 将在投票结束后的 10天内公布 委内瑞拉总统 查维斯21号宣布 他将在近日再次接受外科手术 以去掉一个 接着